三个县城一个县级的是市区人口多少人跟大家讲啊 八百多万人 加上外来打工以及周边的人口一共有一千万左右啊 沈阳城市的名字由来呢 是因为沈阳城有一条母亲河 我们明天会路过的隧道 就是那条河的隧道 那么那条河呢叫古代叫神水 古文当中说山之北为烟水之北为窑 我们沈阳城位于神水的北岸 所以沈阳是这么来的啊 那么后来呢沈阳城还有两个名字 哪两个名字呢 一个叫圣经 在清朝时期术有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城 一朝就是当年的清王朝的发祥地 两代帝王 一代是老韩王诺尔哈赤 另外一代他的儿子黄太极 在这边生活居住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那么他们再次建立了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 那么沈阳故宫大家很幸运 9月22号刚好装修完好 装修好 非常漂亮 金碧灰黄 里边壁画都是重新翻修的 从今年的2月份到今年的10月 9月22号 刚一直在装修 一直在装修 22号刚拆掉 所以现在又赶上中秋小商家 可能会人数比较多 人数比较多 大家耐心等待 我买票可能又会卖一些 那么清朝的故宫 入关之前的故宫 跟北京的故宫也不一样 北京故宫 明朝清朝生活了24位皇帝 对吧 皇帝在这边居住 每朝皇帝会有翻修 每朝会有覆建 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 就是北京故宫 占地面积72万平 而我们沈阳故宫 占地面积6万平 差的比较多 因为是满族人到定居生活 建成这么大的宫殿建筑局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后来还有 这个时候我们沈阳叫圣经 哪个圣呢 城饭 城满的城在多音字 圣经 那么关外有三经 新经 东经和圣经 新经辽宁省福顺市 是诺尔哈斯的老家 东经辽宁省辽阳市 我们的比较古老的一座城市 辽阳古城 最早的市中心不在我们设阳 最早的市中心是在辽阳 在秦朝之后 全部在辽阳 从诺尔哈斯开始 从辽阳迁都迁到我们设阳 这边才变成了市中心 后来再到奉天 奉天时期 就是民国时期我们实际上就叫奉天 奉天成韵皇帝造约 当年谁统治 张佐林 张学良 他们张家父子在这边生活统治的时期 也是不到二十年 也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那么他在这边生活统治 然后后来呢 三一年九一八四变爆发 然后这边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然后再到后来呢 就是新中国成立了 那个时候中国厉害了 那个时候的沈阳很厉害 老工业城市啊 那么新中国成立了之后 第一枚国灰就出自于我们的沈阳 沈阳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是我们沈阳的 然后辽宁舰航母 中国第一艘航母 街15 是这样的上航 沈队集团 然后还有呢 就我们汽车 咱汽车哈 像我们的华城的中华汽车 华城的宝马汽车 除了原装进口的德国宝马 我得走菜 除了原装德国进口的宝马 我们这边的华城旗下的三系五系和X系 全部都在沈阳生产的 我们大陆这边人开的宝马 只要是华城的 全是沈阳生产的 沈阳两个华城公司 然后还有华城金杯 华城中华都比较多 这样的汽车工业行业 还有08年的鸟巢啊 水利方啊 这些所有的钢铁结构啊 都是出自于沈阳的远达集团 后来呢 到了1978年 我们这边讲什么 改革开放 对吧 改革开放 由国有制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然后我们这边经济就一件件一点点在降落 因为什么 东北人才流失太严重了 学习好的 能考大学的 没有留在这边的 北京上海广州全部走掉了 剩下的就是 就是各个省的其他城市的人来到省会城市 优秀的基本上全部走了 然后现在这边讲振兴东北 大力发展东北 没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发展的有一点点的难 有一点点的难 然后现在经济呢 就是稍稍的落 很很很落 我现在认识到这边的词兰东北 我现在认识到这边的词兰东北